歡迎大家來到這條影片 我們這條影片主要會講回Logarythm 當你要用Log去做運算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要注意 還有一些注意的事項 我們就事不宜事快點開始 首先關於Log的運算 第一個就是當我們在Log裡面乘 Log裡面乘 它就會變成外面加 對不起,這個我先用世界 免得大家和世界有什麼分別 Log的裡面乘會拆成外面加 這個應該在書上也經常看到 第二個就是Log裡面除 就會變成外面減 LogM減LogN 對了,有兩個常犯錯的 大家會容易想錯的 就是你會把Log裡面加 OK 那你就會拆成Log的外面加 OK,這個是錯的 那你實際上如果你可以舉個例子的話 就會是 當你的LogM代1 你的LogM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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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LogM代1 即是LogM代1 即是LogM代1 那你選一選LogM代2 那你選LogM代2 那你選LogM代2 很奇怪的 你選LogM代2 有個數值給你 但如果你選LogM代1 LogM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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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看到 左邊不等於右邊 所以就會錯 好了,那既然LogM代2 不可以拆成外面加 你知道另一個常犯錯 就是同學會把LogM代2 變成LogM代2 那這個也是錯的 OK,那你要記住這些 好了,那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這樣的 原來我們可以把Log OK,舉個例子 LogM代2 LogM代2 原來我們如果叫它做 M的A A次的話 原來我們可以把A 把它移動下來 那移動到哪個位置呢 就移動到 Coefficient的位置 所以它會變成 A logM OK,就是這樣 好了,又有另外一個 常犯的 一個混淆了的地方 同學混淆了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看這兩塊 有什麼分別的 OK 那你首先要知道這兩塊 是不等於的 對不對 最大的分別就是 其實 我們左手邊 想說的東西就是 Log裡面的餡 是M to the power A 但是 右手邊這塊 實際上是說 LogM整個東西的A次 那就不是餡的A次了 OK 那所以 左邊還是右邊 才可以用到第三個Rule 應該就是 左邊 右邊就是另外一樣東西 OK 好了,到第四樣了 第四樣就是這樣的 原來 OK,我們的Log1 OK Log1 Base 任何一塊 即任何一塊 你可以放進去的東西 原來都會等於0 OK 好了,到第五個了 第五個了 第五個就是這樣說的 我們經常會用一個東西 就是Log 例如Log B Code over A 我們用MN OK Log M over N Log 原來是這樣的 例如Log M Base N OK Log M Base N 原來我們可以把它拆作為Log M 除 Log N OK 而我們的Base 底數是可以任意定的 OK Base是可以任意定的 當然啦 你說的任意定 還是你要定一些可以定的東西 OK 甚麼意思呢? 原來我們 在Log的世界裡 數值不是亂放的 即是我們是有要求的 好了,我們就在下面講 關於Operation 其實上面這五個法律已經齊了 留意一下 下面我們會講一些注意事項 一些remark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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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三個東西 分別是Log的餡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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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求的 就是它一定要是Positive 的數 0 都不可以的 負數都不可以的 OK 好了 那麼 餡 就有要求 正數 OK 那Base是怎樣的呢? 原來Base的要求又多了少少 它除了要是正數之外 OK 除了要是正數之外 還要是不等於1 OK 正數得來是不等於1 所以寫的時候應該這樣寫 就是 如果我們寫出來的就是 就是 all positive number except 1 OK 就是這樣 好 然後呢 就是 到它出發出來的答案 那 出發出來的答案 就沒什麼所謂的 正0 負都可以的 OK 那0呢 我們剛剛已經有一個case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呢 0呢 你大概可以看回 就是 第四那個 OK 你看到出發出來就等於0 OK 所以要記住 Log來說的話 餡 就一定要有正數 那個base 就是 正數得來 不可以等於1 output 出來的答案 就是正0負都OK 就是這樣 那這條片我們就講完 關於Log的operation 要注意的東西 還有就是Log本身 那些數字的擺位 有什麼要求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 大家好 那我們這條片呢 就會用來講下 指數 和對數 銜數 他們的圖像 和他們一些關聯 和他們一些特點 就是這樣 事不宜遲 就馬上開始了 好 那我們會先講了 指數 銜數 對了 那 指數銜數 那其實它 sorry 指數銜數 那它的樣子 就會是 一個慢慢斜向上 或者唱下的圖 OK 那它的樣子 大致上 就是這樣 OK 它的樣子大致上就是這樣 而我們有一個 XY軸 當然 那這個就會是 我們的Y等於 那你記住 我們講過 指數銜數 最特別之處 就是 它的X在次方位 對啦 那因為有些同學 經常會撈亂了 究竟這樣 是不是指數銜數 X的A次 那你記住 我們會說 X就會在次方位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 的指數銜數 那 那除了這個樣子之外 其實它還有 另外一個樣子 OK 那另外一個樣子 就會是這樣的 那剛剛都講過 有斜向上 還有有斜向下 那這個都會在Y等於A的X次 但是兩幅圖 最大的分別 其實在哪 那原來 它最大的分別 就是我們A的取積範圍 那如果你看到 一個斜向上的圖 的話 OK 那我們的A值 就會是大過1 OK 我們的A就會絕對大過1 那如果是斜向下的話 那就會代表我們的A值 是會被0和1夾住的 OK 那當然不可以等於0和1 OK 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呢 大致上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你會發現 無論我們今天的A值 是大過1也好 比0和1夾住也好 你會發現 我們Output出來的答案 都不會有負數的 對不對 你會發現 不論是大過1也好 0和1夾住也好 我們都不會出現一個負數的答案 另外 第二點就是 你要認到這一點是什麼 這一點 想想一下 不就是當X是0的時候 Y是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的A值 就是大過1 對不對 任何數的0次 都是等於1 所以原來這個座標 就叫做01 OK 你看看下面 其實這點 又想一下 又是 A的0次 A的0次 就是1 所以這點的座標 都叫做01 這個就會是 一個 指數 銜數的圖像 好了 接著 就到對數 OK 對數 對數呢 其實圖是這樣的 抱歉 不用畫那麼長 因為 對數呢 就會是這樣的 或者是這樣的 OK 對了 那記住啦 對數就是 我們那個的 微指數 就 OK 我們那個的微指數 就在 這裡 OK 那我們有個底數 我們有個底數 我們有個底數 Y等於 Sorry Y等於 Lot X A OK 那好了 我們今天又有兩幅圖 那你會見到的 X 沒有變的 也就是這樣 微指數 Y也沒有變的 就是我們要把答案 變的就是A 你會見到的 有些同學 又可能會這樣 撈亂了 就是 究竟 是不是在考這個 就是A 是底數 然後 X 才是 次方位 不是 A是 Lot 然後X 就是底數 那不是的 你記住我們有個很特別的 之處就是 不論我們說 Exponential function 也好 Lot 的功能 其實A 有沒有發現 都是在底數 那個位 例如我們 A 就會說 A to the power of x 即A就是我們底 如果Lot X base A Base 即A就是底 下個時候不要混亂 即他可能會叫你 Name 這個功能 到時不要Name 錯 然後 兩個功能 即是說 我們今次 如果你猜到的話 我們A 又會有不同的 Range 那 如果你剛剛那部分 你接受到的時候 恭喜你 這一部分應該相對容易接受 因為 我為什麼不斷強調 斜向上和斜向下 原來是有些一致性的 就是這樣 你看著 Exponential function 這一幅圖 斜向上的時候 A是大於1 那你看回Lot這個功能 斜向上的時候 我們的A 都會大於1 即那個取積範圍 OK 而斜向下的時候 沒有其他給你選擇 就是零同1夾住 就是這樣 OK 那有些什麼要注意的呢 那就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 有沒有發現 我們X的取積範圍 不可以是負數的 那這裡 也跟我們上一條片 就是我們上幾條片 有講過 就是我們Lot的餡 是不可以Lot一個負數的 那我們在那條 關於Lot的operation 和它一些限制 裡面有講過的 那同一道理 你看到下面 都是不可以Lot一個負數的 那另外一點要注意的 就是這一點 OK 這一點 那這一點 那就是它在問你 Lot什麼 Output出來的答案是0 OK LotX Base A 等於0 OK 那我們會知道Lot1是0 我們在上一條片也有講過 那所以這一點 其實實際的座標就是10 這一點的座標就是10 OK 那就是這樣 所以 暫時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記到 最基本的A在哪個位置 你要知道 那如果純粹關於這條片的話 你要知道就是 當A是大過1的時候 我們的幅圖就會向上 當A是被0和1夾住的時候 就會向下 OK 那另外就是 就是 在exponential function裡面 它的y intercept就是1 而在Logaphometh… Logaphometh… Logaphometh… function裡面 那就是 它的x intercept就是1 那就是左標就是10 OK 那還沒完的 我們還要多說一點 就是 你會看到的 剛剛我們不是有四幅圖嗎 對不對 那我們先這樣畫一下 那你要知道 世事就沒有那麼好運 即是呢 既然它們有關係 那就一定是 在數學上 有一些東西 促使它們 會變成這樣 OK 那如果現在我想你做一個 小test OK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回 就是 這四幅圖裡面 A值的範圍 是什麼呢 我給5秒吧 好 那我們會知道 左上這個 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 斜向上 所以A值是大過1 旁邊這個 斜向下… sorry 我調一調轉 這樣 這樣會好些 OK 旁邊這個 斜向上的A大過1 旁邊這個 斜向下的A 就被0和1夾住了 OK 那原來呢 我們會說 它們有關係 就是 原來你可以直接 由左邊的幅圖 變成右邊的 OK 只要經過一個轉換 就是 沿著Y等於X做反射 OK 只要你沿著Y等於X這條直線做反射的話 那你就會由左邊的圖去到右邊 就是這樣 OK 所以你考試的時候 可能會問你 左邊的幅圖 經過什麼動作 會去到右邊 就是這個 怎樣去這個 那你就要答到 它是 reflect along Y等於X這條直線 做一個反射的 就是這樣 OK 好 那這條影片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對圖像的東西更加熟悉 就是這樣 那也是一些基礎的知識 然後就到第十四個題型 在關於Log的對數 在概念上我們都說了 然後我們就要說一下 其實在近年DSE來說 Log主要考兩種 第一種就是解方程 解方程 而另外一種就是 大家如果有做point pass paper 都會看到的 就是一些曲轉直 或者你由直變回曲的一種題型 就是這樣 那這種呢 記住 除了paper2會考之外 paper1也會喜歡考的 它多數會出現在paper1的第十五 或者第十六題 就是這樣 因為它發現它出了幾年 在卷一出了幾年 同學都不太能搞定這個題型 所以它多數 可能卷二會出卷一都會出的 因為它發現同學真的不太能搞定的一類題目 但是呢 你預料它出的時候 可能大概就是四至六分 多數都是四分 對 那關於Log的話 其實concept上 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對 再提一提大家 記住 我們如果做 solving equation 的時候 你記住 就是我們要檢查回答案 檢查什麼答案 就是會不會令到整個Log的Operation 有問題 什麼意思呢 我們都講過了 其實Log裡面的餡料 一定要是正數 我們可以試一下 例如如果Log0 可以不可以 Log0 Log0的計算是跟你說error 實際上是不能夠0的 然後Log的Base 記住一定要是正數 還有 不等於1 即你可以是0.1 0.01 但你不能等於1 然後output出來的值 就無所謂 正0負也OK 就是這樣 所以你記得 如果做 solving equation 解方程的時候 你要檢查 你的X值 會不會導致 我們這個Log裡面的餡料 和Base 是出現error的情況 就是這樣 好 我們都事不宜遲 直接開始了 第一種提醒 第一種提醒 我們應該在Index 應該有見過 他就這樣問你 以下哪一個是最大的 我們的做法 記住 就是會先Log它 先Log了它 OK 實際上 Log了它明顯的數值是不同的 數值會少了 但不要緊的 我們可以Log了它 即Log了它 數值會變 但不會影響它們大小的排序 所以好像A這樣的時候 多少我們說過 就是你不能這樣Log 500 to the power 6000 這樣 這部機器也是error 因為數字太大 它計不到 你可以把它轉為Log 6000Log 500 即是我們順便把次方等它下來 同樣地 這個會變成5000Log 200 這個變成4000Log2500 以及是1000Log300 3000 對不起 這樣你就會比較到它們的大小 第一個就是6000Log500 出來的答案就是16194 OK 那接著呢 5000Log200 2000 對不起 又留了個零 那就是16505 那接著呢 4000Log2500 那就是13592 那最後呢 1000Log3000 答案就是3477 那所以哪個最大呢 最大呢 應該是boy來的 那看一看吧 它考了這麼多年呢 即是說我們DSE有歷史 即是香港的公開市有歷史為止 它都問最大的 它很少問最小的 其實我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最小很容易看 最小一定是D 因為呢 你想想Log1000 是3來的 Log1000是4 所以實際上來講 這裡去這裡只升了一點 但是前面的倍數已經多了4倍了 所以答案呢 如果問最小的時候 多數都是D 那它都沒有問過最小的 那所以呢 可能看看你們那一年 會不會回覆你最小的 記得看清楚它問你什麼 所以 好了 下面 OK 下面 我們就說了一些Log的轉換 可以怎樣做 那它就說了 如果今天 我們的X是等於LogYBase12 那問我們1overX是什麼 那你X等於LogYBase12 那我也不會想太多了 是不是 你計1overX 那我把12 OK 把12呢 扔上來 那你會有12X 12 to the powerX OK 那就等於Y OK 這樣 那然後呢 就 你看到呢 其實好像沒有關係 Sorry 那它問你 1overX是什麼 對不對 那你第一件事會想的就是 1overX 那不如我先用1over它 對不對 那你就會有1overLogYBase12 對 這裡呢 你都沒有什麼原念的 你會做到的 那但是呢 你會發現 那我怎樣去檢查 究竟它的答案是什麼 對不對 那實際上呢 我們就要想一下 在Log的世界裡面 1除了可以寫1之外 它還可以寫為Log12Base12 那原來呢 Base跟餡料一樣的時候 它的數值就等於1 所以我們就要運用Log的數值 那就是你可以寫它做Log12BaseY 那所以答案呢 就會是BOY來的 那你就在這裡運用了Log的換底公式 那你看到的時候已經覺得O嘴了 其實我未必想到的 考試 對不對 所以就利用回我們在MC經常都會用到的代數方法 然後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抵折PsilTransас 大過1 那我們就是抵折Pile 앞에Y 是的 н做二 那麼我們會計到可以 就會是 那所以 x 就會怎樣 x Orthodox 等於 Log 12 OK Log Log2Base12 那我們在計數機會 да 你先先打打打打 先打打打打打一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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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 這個整句說話就是Lot2Base12 按一按x原來是0.279 但我今天要1overx 所以就1over了 1除它 那答案就是3.58 所以你在4個答案裡面將y代回2 哪一個出到3.58的 那個就是答案 先試一下A 我們記住Lot 接著先打個Base 1除12 出來答案就是-3.58 我今天要正數 所以錯吧 到B 那它就是Lot2 Lot12Base2 出來答案是3.58 所以B就對了 那試一下C C就是Lot1overyBase12 所以打計數機的時候就是調轉的 先打個Base 1除2出來答案-0.278 就是不是答案 最後1除Lot12Base2 就是Lot2,12 出來答案是0.278 也不是我們要的答案 所以答案唯有是Boy 可以的就是 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會再做一些解決定的解決定的解決定 或者做一些簡單的解決定的解決定 例如這一題的時候 它會問你Lot xy 乘 Q 是Lot2 R 就是這樣,當然你可以代數給他,我相信也是很簡單的 到下面這一題,他就說如果現在二分之一個lock B 等於一加lock A 那問你 B 是什麼? 其實有一些清楚 subject 我們就可以把lock B 等於二加二lock A 然後這個有一個base 是10來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寫作為 B 然後要把10好像土缽書般推上去,所以就有12加2lock A 但實際上你可以把它分拆開,就會變成10的2次,再加10的2lock A 是這樣的,OK 那前面那塊就是100,也不用考慮了,但是後面那塊呢? 後面那塊就是這樣,你這個base其實是10來的,對不對? 那你就想一下,其實18加10乘2lock A 即是什麼? 18加10乘2lock A 你看到它的base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上來講,它這塊東西,它就抵消了 好了,同時間,你要抵消之前呢,你記得把2呢 OK,先把2搬回到這裡 搬回到這裡,OK 那你就會有100 中間是乘,同底相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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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看看哪個左邊等於右邊,就是這樣 下面呢,它就說了,100 sorry,lock x-k 就等於3,所以它就會有 x-k 等於10的3次 OK,因為好像土撥鼠一樣 那跟著呢,x就會等於10的3次加k 而10的3次是1000來的,所以答案就是1000加k 就是這樣 好了,跟著到這裡了 那就說,如果現在5的x次 等於2的y次 等於10的x次 問你, sorry 5的x次 等於2的y次 等於10的z次 那問你z除x加z除y是多少 那你見到這裡有3個variable 其實就難計的 所以不如把3個variable 變成1個variable 那我們可以透過5x等於2y 以及5x等於10z 那我們就成功 有機會把所有的variable in terms of x 那例如好像左邊 那我們會有x-log5 等於y-2 那所以我們會有y 就會有x-log5 除-2 那旁邊我們會有x-log5 等於z-log10 那但是z-log10就是1 所以z實際上就是x-log5 那你今天問我 z over x加z over y 那就是x-log5 除-x 再加x-log5 除-y 除-y就是把分子分母丟掉 那就變成這個數 然後這個和這個就約了 所以答案就是x-log2加x-lo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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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如果關於一個解決環境 或者是一個整理的題目 這題已經算是最難的了 那答案就是x-log5 那答案就是x-log2加x-log5 所以答案就是x-log2加x-log5 然後我們會先做一座後面 practice paper的第36題 OK第36題 我們看看dse會怎麼問 其實saving equation是少問的 但我們也會看看它怎麼做 那它也會和你說b是大於1 那問你 如果a等於logb base12 那問你log1overa是甚麼 那這個實際上就好像 我們剛剛說的1overx 所以你應該會看到是b OK 再做一次 那你就會有 a等於logb base12 那它說要1overa 那我們就用1over了它 那就會有logb base12 1overlogb base12 但1實際上都是log12 base12 logb base12 換底公式 那我們就會有log12 baseb 那記住呢 我相信由上去下 就應該大家都盡量都可以做到的 那但是如果由上面去下面的話 就可能有少少困難了 那如果這題 這題 這題盡量明白 我們那個換題公式那裡有提過的 那另外呢 就是記得代數都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這樣啦 跟著呢 我們就會去看一看 關於我們剛剛說 它效saving equation 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 就是它會曲轉直 或者直轉曲 那種題目呢 究竟會怎麼問的 那你看看這一題吧 2012年的第32題 那就是這樣說的 如果現在呢 它就顯示了一個relation of 這個logb base3 和這個x 那如果說 這個是它們的linear function 那如果我們去回一個x和y的曲線上的話 那我問你 在曲線上它們的表達是怎樣的 那實際上這類題目的時候 我們如果不用傳統的做法的話 實際上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我們會抓住兩點的座標 分別是 這點和這點 那如果是這兩點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ok when x等於0 sorry when x等於-2 ok 那我們平時呢 不是說x等於-2的時候 那它的y的座標就是0的 那但是 今天我們不是計算y 我們是計算什麼 我們的y軸現在是logy base3 那所以 當x是-2的時候 logy base3是0 那所以 我們今天就有logy base3分於0 那但是我們現在不是想要logy base3 我是想要y 那如果我們要解決這個y出來的話 那就好像土撥鼠這樣 推它上來 那你就會有y等於3的0次 就是1 ok 那就是說實際上 實際上 當 x是-2的時候 我們的y的座標應該要是1 那我們用這個座標 那你也記得試一下 當x是0的時候 我們會有logy base3等於4 ok 當x是0的時候 logy base3是4 那所以會有y等於81 3的4次是81 ok 好 那其實做了兩件事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看看 如果現在我們有y等於mn的x次 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想回 當x是-2的時候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x和y的世界了 當x是-2的時候 y應該是1 所以 我們會有1等於mn的-2次 然後再把0和81 那為什麼是0和81呢 因為我們回到x和y的世界了 當x是0的時候 我們會有y是81 所以我們會有1 但是看回到x和y的1 所以m就是81 那m是81 81又如何呢 那我們就代上來 那我們會有1等於81n-2次 所以1 over81呢 那就會是我們的1 overn2 所以n2等於81 n就等於9 就是這樣 那麼 那你可能會問 我們平時不是說 左右square root 然後它要加正負的 是不是 那你先看 我們今天 首先答案是c 那你會成功圈到答案 你會發現這個方法是挺簡單的 那先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說 不用考慮n是負數的呢 因為你記住 在我們dse的syllabus裡面 這個n是個base 我們base只有兩種情況 case1就是 我們的n會大過1 那case2就是 n會在0和1之間 那今天說話有點吃螺絲 對了 n就大過1 或者n是在0和1之間 那所以我們是不會有 n是負數的這種可能性 那還有呢 當n是負數的時候 實際上來說 它會是一條的上下發來發去的線 就是這樣 那這個dse就不會考到 這個方法應該算簡單的 那記得我們的做法 就是看著圖 看回當x這個位置是甚麼 那有時候你會發現 y軸和x軸都不是我們平常見到的xy 什麼意思呢 可能y軸又是locky base dude 這個又是lockx base dude 那其實這個做法一樣 就是你把它從lock的世界 帶回來x和y的世界 就是這樣 好 那這題就先不做 然後呢 我們會去到後面的 OK 2015年的第32題 做法一模一樣 剛剛這題呢 我們說 當我們的x軸和y軸都變成了 lock的世界 那不要緊的 我們就看回抓住那兩點座標 OK 我們會知道呢 當x是dude的時候 y就是dude 這個又是平常說的 但我們看著圖 今天的x就不是x 今天的x是lock x base 3 當我們的lock x base 3 等於3的時候 我們的y軸就會等於0 但y軸就不是y軸 今天的y軸是lock y base 3 所以呢 lock y base 3 就等於0 我們會有x等於3的3次 3的3次是27 旁邊的 rule 我們會有y等於3的0次 OK 即是1 即是說 當我代上去的時候 x是27的時候 y已經等於1 對不對 其實已經好像做完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已經有其中一個relation的時候 即是當x是27的時候 y不關於1 那時候呢 x是27 y是1 代上去誰出到729的答案 先看看a先 27的square 再乘回y是1 1的3次 那出來的答案就是729 咦 這個過了第一關 那我們不排除有機會 是有兩個答案都出到729 所以我們有機會 會用這一點 看看有沒有需要 我們再代了 這個了 27的3次 再乘回1的2次 出來的答案 萬多 那就錯了 所以 c 27的square 加1的3次 出來的答案是730 729欠1 可以嗎 不行 差1就是差1 所以錯了 OK 最後了 這個了 那就會有27的3次 加1的2次 出來的答案 都是萬多 所以就錯了 OK 出不到729 所以就錯了 就是這樣 然後到2016年的第32題 你看到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你抓住 這題有點像2012的題 所以我們應該要兩點都要用 OK 所以我們就會有 當我們的x軸 今天x軸真的叫做x 所以 當x是 例如我先用這點 當x是4的時候 我們y軸等於0 但y軸今天就不是y軸 今天是locky base9 是等於1 即是y等於1 用這點 當x等於0 的時候 locky base9 是等於-2 即是y等於1 over81 對 有沒有任象 我們計算2012的題 這個是計算81 即是y的 是2 所以它可以翻炒 好 接著 接著 我們今天有 y等於ab的x次 對不對 我們將xy 代回 分別就是4 1 我們回到xy的世界 還有0 1over81 4 1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1 等於ab的4次 而0 1over81 就會有1over81 等於a 因為b的0次就是1 那就沒有了 代回上去的時候 我們會有1 等於1 over81 b的4次 所以81 等於b的4次 b就等於3 b就等於3 所以答案就是d 來的 都是那句 其實如果一看的時候 你應該會知道a是錯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b是基礎 跟我們剛剛講過 其實dxc 就不會考我們b是負數的東西 就是它會考你怎麼計 就是這些-2 3次等於-2 3次等於-8 它會考你這樣計 但是它不會考你-2的x次 那那些會不會考呢 會考的 但是它不會考你圖像 它會在哪裡考你呢 它會考Gs那個位 Gs那個位 因為它最主要可能就考你這個樣 OK 看看你懂不懂得把-2的2x次 寫作為-2的2x次 因為2x是一個雙數 那你負數 負負得正 所以負數的雙數次方 就一定變正 那它有機會在Gs那裡考得多些 那從而你看看 能否放到一個 quadratic equation 這樣就解決了x出來 那那裡的Gs考得多 那在Core的話 不是在Lock的話 它就不會這樣考的 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會講 2017年的第三十三題 那其實這個做法一模一樣 那就是它問你 哪一個relation 是代表X和Y的世界裡面的 那也是啦 我們都是抓住那兩個左標 那你應該做到有點驗的了 其實那不要緊 那我照說 那當我們x是4的時候 那我們會有√Y等於8 OK 啊 sorry 當x是4的時候 我們會有√Y等於0 OK 我們會有√Y等於0 那就是Y等於0 那然後 當x是0的時候 我們會有√Y等於8 那就是Y就等於64 OK 那跟著 那其實第一件事先 那就是說 我把X代上去的時候 你的Y應該會出個0給我的 對不對 那所以就試一下 第一個先 我們先 我們試一下 代4 0的時候 OK 我們把X代4 你的Y應該會出個0給我的 那我們試一下第一個 4的square-4乘4加8 出來答案是8來的 不是0 所以錯啦 到b了 4的square加4乘4加8 40 所以錯啦 到c了 4乘4的square加-32乘4加64 OK 出0的 0是對的 OK 到d了 那你見到已經錯了 因為你代4的時候 你正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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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會出個0呢 所以這裡很明顯錯 那跟你們b也是 那所以 就 這題來說 就 有點簡單 這題 OK 那大家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有沒有發現呢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它們會差了4倍的 你看到它們其實差了4倍的 那如果這題呢 轉為卷1來考你的話 那你就小心了 因為你看到它是差了4倍的 那但我們憑著代點的話 你就可以容易做到的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就到這一題了 那我2018的33 那它今天就圖無點 但它就寫給你的 那它就說會穿過1 1、2 那這樣寫吧 1、2 還有是96 對 那問我們呢 這個 y等於k x to the power a是些什麼 那其實跟剛剛 practice paper 或者2016 那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看一下 那你1、2 對吧 那就是呢 當我們的x軸是1 的時候 y軸是2 但是今天的x軸就是lock x base4 所以它就等於1 那跟著呢 就會有lock y base4 就等於2 那所以呢 x就等於4 那跟著y就等於16 同樣地 我們呢 會有lock x base4 是9 然後呢 lock y base4 就等於6 OK 那所以呢 x就等於4的9次 那 y就等於4的6次 那 那我們今天會有呢 就是這個 y等於k x to the power a 那 那我們就抓住 那兩個座標 分別呢 就是16 會等於k 乘4的a次 那這個我們就代了 是46 那我們回到xy的世界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4的9次 4的6次 那我們呢 就會有 4的6次 就等於k 再乘4的9a次 OK 那怎樣做下去呢 都不難的 那你將 例如這個叫1式 這個叫2式 那你有1式除2式 對啦 那我們左手邊 就會是4的6次除16 那就是256 OK 256 那右手邊 你會發現k是弱了 k會弱了 那就等於4的9a次 4除4的a次 這樣 對啦 那麼 那同底相除 就指數相減 那你就會有 4的8a次 OK 4的8a次 那4的多少次 是256呢 那4的4次 是256來的 OK 那如果你心想不到 就記錄了它 那所以我們會有 8a 就等於4 那所以a 是2分1來的 OK 那這個moment圈 a就錯了 那記住我們是找k OK 我們是找k的 那所以就代回這條式 那我們就有 4的2分1次 OK 4的2分1次答案是2 來的 那所以16除2 那是86 k就是8 就是這樣 那你見到呢 其實它考得複不複雜了呢 就看看它給不給XY intercept 對嗎 如果它給XY intercept 那簡單的 因為呢 你就不需要去到說 將那些數字 做一個聯立方程 這樣 因為你有一個位置零了的話 那你自然就只剩下一個unown 那就做到了 那如果它好像這塊複雜 就不給那個Y intercept 就是這樣 那但是 或者我沒有這樣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這點是什麼來的呢 因為實際上來講 你會見到 那我們這樣推論 當X行8格的時候 當X行8格 我們這樣想 X行8格 因為1去9行8格 Y就升4格 是不是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X行2格 Y就行1格 OK 我們這個用回升 OK 那我想問 那就是說 如果 它們的關係就是2比1的關係 所以當X是跌一格的時候 這個就應該跌0.5格 所以實際上你的Y是1.5來的 那你如果用回1.5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整條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當然我們推回1.5格 它這一下也會考一些功架 就是這樣 所以就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用回題目給它知道 都不難的 你看到 好 好 接著呢 我們會先飛一飛幾題 我們會做這個 2019年的31題 OK 2019年的31題 那它這次圖也不給你看到 它慢慢進化到懶得這樣的樣子 那不要緊要我們畫 OK 那它就說 總之你現在就有一 Y軸就不叫Y軸 叫LockYBase9 X軸就不叫X軸 叫LockXBase3 那有條直線 那它的Vertical Intercept 就會是7 Horizontal就是8 那其實條線就是這樣 那其實都沒有的 你就用回這兩點的座標 所以實際上 如果你明白的 即是看得到 圖也不用畫 就這樣代就行了 那我們就會有 當我們的X軸是8 但是X軸今天不是X 今天是LockXBase3 當這塊是8的時候 我們的Y軸 就是LockYBase9 就會是0 那所以我們就會有 X等於3的8次 3的8次我都計不到 是6561 那我們就會有Y是1 其實已經做完了 你看一看 你現在就有一個座標 6561和1 即是只要你把6561 代上去的話 把6561代做X 把Y代做1 扔上來 誰出到3的56次 那就是答案 那其實有其中一個 就是我的疑問 就是我們出不出3的56次出來的 出到的 是不是 它原來實際上是5.23 5.23乘10的26次 OK 我們先把3的56次 3的56次 是等於5.23乘10的26次 那就是說 我把6561 定上來 把Y等於1定上來 誰出到這個數字 就是答案 所以我們逐個試試 A先 那我們會有6561的4次 那Y是1 那就不用理會了 這是什麼 1.85 我錯 所以 跟著B 6561的7次出來答案 5.23 B應該對 就是這樣 C 我們還要做 6561 OK 然後 x是7次 7次 出來答案 5.23 所以 b有機會 其實c也有機會 對 所以先不要圈 最後 d有錯 因為x的7次 才會出這個數 所以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判斷究竟是boy還是c 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旁邊這個 0.7 我們會有 當 log x base 3 等於0 我們會有 logy base 9 y 等於 9 7次 答案 就是 478 29 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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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x是1 y是47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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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也出3 56次 給我 例如把y的4次 y 就是478 29 9 你今天是4次 你旁邊的x是1 1的7次 都是1 按出來答案 都是這個數 3的56次 b應該很大機會 對 試一下c 今天就是478 2969 8次 2.7 多 所以就錯了 所以答案唯有是boy 就是這樣 最後我們會做這個2020的第34題 今天就這樣說 如果你現在就是x的3次 和√y的relation 其實做法完全沒有變 不論你是有NOT也好 沒有NOT也好 或者是x的3次都好 其實做法也是沒有變的 就是當我們的x軸 但x軸今天是x的3次 例如我們抓住這一點 我們抓住這一點 這一點實際上是-4 當我們的x軸等於-4 的時候 我們會有y軸等於0 但今天的y軸是√y 所以我們會有x軸等於-3√2 旁邊的y也是0 這是第一個座標 到這一點了 當x3次等於0的時候 我們會有√y等於1 這就是x等於0的時候 我們會有y等於1 OK 兩面二次了 對吧 這就是x和y的relation 那你會發現 這題來說 有沒有發現 你會有些困難 因為 x是-2√3 y是0 但這次你和平時我們做的題目 有什麼最大的分別呢 最大的分別就是 其實呢 他這次就不再給個relation來了 OK 他不再給個relation來了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是不是做不到啦 這一題 那好像這一題來說的話 那我們就可能要考慮 就是用這個 的 OK 那如果他好像這樣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 其實呢 你如果要看一個 你要猜一下他的exponential 是很難的 因為你看回我們剛剛的題目 剛剛那些什麼 2018這些題目呢 他有給了所有功能 你才會覺得是容易做的 對吧 就是他給了個relation 那如果他沒有給呢 因為他沒有跟你說過 這個究竟是不是一個exponential 他可能是剛剛那一題 是x的7次 y的4次 怎麼猜呢 對吧 那所以我們呢 如果看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看呢 就看一下這裡 OK 那你會看到 就好像 這個是一個linearrelation 但是呢 我們今天呢 這個x是三次 來的 那題目大意 我們是x是2 對不對 那就是說 如果x要等於2的時候 那我想問 在x的3次 他應該等於8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就在這個位 x是8 來的 都明白的 好了 那我們就要看回了 你看一下這裡 當你的x 當你的x 升了4格 就是由-4 變了0 你的x軸 就是x軸 不一定要有x 就是這個位 你的x軸由-4變0的時候 是不是升了4格 這裡升了4格 x升4格 y升1格 那就是說他們的關係就是4比1 那所以 其實這裡你也做到的 當我們的x 這裡是不是升了8格 對 這裡升了8格 我們畫的關係是4比1 所以你升8格 上面是不是應該升2格 那所以你就推到這個左邊叫82 對不對 好了82了 那我們就有x的3次等於8 所以x就等於2 那你就可以推敲 當x是2的時候 是發生什麼事 當x是2 那我們現在就合乎提供的要求 但是我們看左邊 當x軸 就是x的3次是8的時候 y軸是2 那y軸今天叫route y 所以我們就有 route y 等於 對不起我寫錯了 這個是升2格 升2格是3 升2格是3 我寫錯了 當我們今天的x軸是8的時候 y軸是3 那所以我們就會有route y等於3 那y就是9 所以答案就是c 所以你看到就算他不給relation我們 我們都可以推出來 就是這樣 那完全是不怕他怎樣問 ok 那跟著呢我們就會回到之前 這個2013年的第3和2題 那這一題呢 就不是直接問你究竟 那些ab啊 或者是那裡的relation是怎樣 他想問你 如果我本身是 ok 我提供了一個關於x和y的exponential 這樣的樣子 問我們 以下哪一個呢 是有機會是他們是lock的時候 的圖像 ok 那你會看到這個問法呢 跟我們在剛剛那種先比直線 然後猜到它的relation呢 是反過來的 好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你先捉住第一個point 那最簡單的 你看到這點0,3的時候 就是當x座標是0 y座標是3 那我看一看的時候 我會發現 其實會有3等於ab的0次 那0次是1 所以a實際上是3 那我們就知道了 其實y實際上就是y的3b的x 就是這樣 喂不是啊 我今天呢 其實是想要locky base7 對不對 locky base7 那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不如我們左右 都take個lock 那我們會有locky 那你左右takelock 那個base就可以用來定 那locky base7 那對著右邊也有takelock 那你就會有lock3 再加xlockb 這樣的 那我順便把x移動來做coefficient 因為lock的裡面成變 外面加上 所以我們可以拆開它 那接著呢 你就會有lockb的x 再加lock3 OK 那實際上呢 不知道是否看到 這個是什麼樣子來的 這個實際上就是 OK 我們把這一行移動上來 這一行就是y等於mx加c 那你看到我特意把y和x寫得這麼大 就是 有沒有看到其實我們今天的y軸 它可以不是叫y的 它只不過是叫做 叫做locky base7 OK 那然後呢 我們的x軸今天也不是叫x 那x軸今天就叫做 就是x 那x軸是x的 對不起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呢 如果我們去直線方程裡面 學過的東西 m就是我們的slope c就是我們的y y字距離 那你看一下 那你看一下 那是y字距離 那你看一下 那你看一下 lock3 base7答案是正數還是負數 先看看 lock7 base3 好出來是正數 OK 所以 就是說 我們的圖呢 y字距離應該是正數 那這兩個是負數的話 就是錯了 OK 那直線方程 那我們要考慮的是 究竟這個階段是正數還是負數 看B這個位置 B是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的一個Base 你看到它上下的時候 也就是說實際上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B值應該是0和1之間 0和1之間不如給它一個數據 當作0.5才算 當作0.5 Log 0.5 Base 7究竟是什麼 按機就Log 7,Commer 0.5 出來是負數 應該是一條斜向下的直線 就是說應該是這條 答案就會是Base 就是這樣 這題都搞定的時候 我們就成功處理了關於Log的曲轉值的問題 然後就去到一個更加麻煩的位置 就是這條 去到08年的第38題 這些可以做什麼呢 它給你所有exponential curve 或者Log的曲 然後問回你 裡面那些什麼A B C 這類題目 有點麻煩的 我們就專心聽了 現在就這樣說 我現在就給了一個 Y等於AX 就是A to the power of X Y等於B to the power of X 以及Y等於C to the power of X 這樣 第一件事 看到它一個斜向上 斜向上 但有一條斜向下 的時候 我希望你一件事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你可以很快看到 A B C的分別是什麼 對 那你就會有 OK 那我們會有 你的A和B都大過1 然後你的C 就是0和1之間 OK 那這些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第一件事 4不對 是錯的 因為我們會看到斜向下 斜向下 所以你的C位是錯的 好 那接著 它就說 我們先看看其他 例如B大過C B大過C 實際上是對的 因為我們說B一定大過1 對吧 那你C和0和1之間 就是0點幾 那B是1點幾 你當一下 那B一定大過C 所以這個就對了 那你看著這一題 4一定錯 這兩個錯了 那2一定對的 所以答案就是C OK 那你看到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3呢 OK 3 A大過1是合理的 OK 那A大過1 我們說 因為它斜向上 那B會大過1 那這一題就簡單圈到答案 那但是 那Part1怎麼證明它呢 就是我們不會skip了Part1 圈答案就算不做的 OK 那Part1呢 怎麼做 OK 那Part1怎麼做呢 就有點麻煩 那但是不要緊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們做一件事 我們做圖像題的時候 如果我跟你說 其實B大過A 那你會覺得 我怎麼可以在某個情況下 猜到B大過A 就難的 但是 如果我們預先知道了一些 題目上的資料的時候 你再去判斷它 那就簡單了 對不對 舉個例子 那首先你認住這一點是什麼 這一點應該是01 因為我們說 你把所有的exponential function 的x座標代為0 它會出C的零次 B的零次 A的零次 就是1 這一點是01 好 那跟著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今天不是去猜 或者我們不是去憑 我們的concept 去到猜 A大D B大D C大D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fix了一件事情 先 好了 例如我fix個x值 我們fix個x值 我們fix個x值 我們當這個x值等於5 我們當等於5 好了 那我們真的會有些什麼 我們現在的高度就不再是 b大到的 power xt a大到的 power xt 和這個不知 c大到的 power xt 我們現在的x就代了5 那跟著怎麼辦 然後呢 我們會看到的 我們先計算c 其實我們這個方法 連c是什麼都不用太理解的 我們當x是5 那我們就要猜 其實呢 它對應著的那個高度是什麼呢 它對應著的高度 我們找了那點叫01 那不如這個高度呢 我們就叫它0.1 我們自己厲害的 我們當它是0.1 那我們先處理c to the power x 那我們就有0.1 就等於c to the power 5次 ok 那你會怎樣計算c呢 你會左右lock了它 lock0.1 等於5 lock c 這樣 好了 所以其實你已經計算到c了 那你就會有lock0.1 除5 然後你shift lock了它 那你就會計算c實際上就是0.316 所以4這個 它說c大過1 是對還是錯 所以 因為你都計算到c是0.6 對不對 那跟著呢 我們就要想一下 其實呢 我們跟著 如果我們用回計c的方法的時候 我們處理回a和b 但我們今天不知道的高度 是不是 我們只知道它大過1 其實不知道是什麼 沒什麼所謂的 你今天的要求是什麼 你今天的要求就是 我的b的高度是高過a的 那簡單 例如b叫10 a的高度是5 可以這樣隨便 就是隨便隨便 所以 我們就會有 10 是等於b to the power of 5次 另外 5 就等於a to the power of 5次 最後lock了它的時候 lock10是1 所以就會有5lockb 旁邊 lock5 就等於5locka 那你就可以跟著計算 b和a 我們先計算 1除5 接著你shift lock了它 出來b的答案就是1.58 旁邊到a了 lock5 除5 接著shift lock了它 出來答案a 就會是1.38 那現在是否b大過a 就是b大過a 所以題目問你a是否大過b 就不是 所以就錯了 所以你做這類題目的時候 記住我們就會fix了一個x座標區 我們會fix了一個x座標區 那你代做是5 就是這樣 好 接著 到第94題了 那就到14年的32題 那又是 第一 它就說現在你就有y對於b大過a x y對於c大過a x 那就沒有再說其他東西了 那就是知道它們會有一條l 相似於兩條exponential function 那又是了 那我希望有一個能力都做到 就是呢 雖然我們說可以用KLG 但是呢 第一眼看到斜向上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你做到 其實b、c都是大過1 所以它第二個選擇就問你 兩個成脈是不是大過1呢 那這個應該是容易的 那叫做2一定對 那你先淘汰到boy 那4撞1變3撞1 那跟著1呢 就好像我們剛剛08年說的題 那樣 就是你會不會去到 你會猜到b和c是什麼 那難不難呢 就不難的 其實呢 你看到它給了一個l的時候 OK 那有沒有用的呢 那 好像呢 都有用的 舉個例子 對 我們會跟著說出來的x 對不對 所以呢 好像我們剛剛那一題 那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會確定兩個高度分別 對不對 那我們就固定個x值 那好像這題這樣呢 它就預先固定了y值給你了 那所以你就用回這個y值了 好 就是說 例如我們呢 就是不要太厲害了 例如叫這條線做y等於10 ok y等於10 這樣才算 好了 那所以呢我們就會知道了 對於b來說 ok 當我的x座標 ok 當我的x座標 是這個 當是5的時候 OK 可以這樣當的嗎 是可以的 因為呢 其實都是猜的 那當這個c 那其實你要厲害 是不是呢 你只要知道呢 其實這個數 這個x座標在它的右邊 那就是大過它 那例如我當是10 ok 那所以你就會計到 ok 對於 y對於b的x次來說呢 我們就會有 我在旁邊寫了 ok 第二個choice 那我們就會有y OK 不是叫y 今天的y座標是10 所以就有10 等於 b的5次 那同時間我們會有10 是會等於 c的10次 就是這樣 那也是啦 左右拾了lock它 我們會有1等於5 b 那旁邊這裏呢 就會有1 就等於10 lock c ok 那所以我們就會 計過b先 對啦 計過b先的時候 我們會有1除5 然後shift lock了它 那你就會有b 是會等於1.58 然後呢 這個呢 就是1除10 然後你shift lock了它 ok 那你會計到 c呢 是會等於 1.26 ok 1.26 那他說b 是不是小過c 那不是啦 因為1.58大過1.26 那所以第一個是錯的 那這一題呢 都是出得差的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其實你如果concept夠清理 你很容易圈到2的 那然後當我們用這個代點的方法做到1的時候呢 那你很自然就圈到2.3的答案就是c來的 對啦 這一題當年就出得差啦 給人說 因為其實3呢 concept是難的 少許難啦 對啦 那但是呢 總之就是當年就不用 就不用識3 都會猜到是c 那但我們先看 那我們先看 那我們都要加起來嘛 對啦 那我們要做3的時候呢 實際上可以怎樣做呢 你就看了啦 其實呢 ab是什麼 ab呢 就是當我們計算到b的座標 OK 計算到b的座標 那你計算到b的座標 我們ab實際上是什麼座標的差距呢 是什麼座標的差距呢 你看到這條線是水平的嘛 那應該是x座標的差距來的 但是呢 我們剛剛說是什麼 我們fix了b的x座標是5 那所以實際上呢 ab除ac呢 實際上就是5除什麼 那你就看了啦 ac ac就是c和a的差距 x座標的差距 那因為a的x座標是0 所以它的差距就是10 那他就問你了 喂 那其實現在呢 這個2分1來的 那是不是等於 notc除b的呢 那我們就試一下 又正確的 現在又正確的 那應該是算到0.5的 不好意思 應該是算到0.5的 那為什麼算錯呢 不知道啦 總之就是呢 最後答案呢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跟著我們就會處理呢 2018年的題目啦 那你會發現呢 其實2018年呢 和2014年呢 是這個異曲同工之妙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講呢 其實呢 你將2014年呢 它是考你exponential function的 但是呢 2018年呢 就是考你lock的 考你lock的 那其實這個處理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但是今次呢 他就聰明了 他的選擇就沒有得 你好像剛剛那樣呢 就這樣靠 撞都撞到啦 那我們看看這一題 那他就說 現在有條線 y等於lock x base a 這條 lock x base b 這條 那跟著呢 就問你了 A是不是大過1 都是那句啦 就是向上的時候呢 我們會知道 A和B都是大過1的嘛 對不對 所以1是對的 那1是對的 那1是對的時候呢 這題又出得搞 2是錯啦 2是錯啦 2是錯都可以考到很多人的 那呢 又是那句啦 那我們今天怎麼算好呢 第一件事 我們會想代點的 但是這點是什麼來的 我們說lock的時候呢 lock 1是0來的 所以這點的座標其實是10來的 好啦 那所以其實我們會想 假設一些x座標啊 或者是一些what 他們的高度是什麼啦 對不對 那所以 我們如果要lock這個x座標是什麼的時候呢 你知道這個大過1的數就OK了 例如像這一題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lock x做10 對啦 那其實呢 我們就要看它們 output出來的高度 對不對 那它們 output出來的高度 看看吧 那就是說應該就會是 這條線 這條線 還有在這裡 那其實是什麼都不是很重要的 總之就是A高過B 例如我們說A output出來的高度是10 那接著B output出來的高度 我們跟回比例 這一題 例如8 OK 那我們就有什麼 就會有呢 其實 當A先 我們先看A 我們會有10 等於lock 10 base A OK 然後呢 我們就會有8 是會等於lock 10 base B 這樣 OK 那然後你就可以算到的了 那我們就 如果要算的話 我們就有 A的10次 OK A的10次 那就等於10 還有呢 會有B的8次等於10 那你要算A出來 那我們就有1 那就會有10lockA 就是左右的lock 那 那就等於8lockB 那這裡就等於1 那呢 所以那個A你就算了 它應該就會是1除10 OK 然後shift lock 那出來答案A就會是1.26 隔壁 1除8 OK shift lock 這裡留了個B OK 那你... 1除8 shift lock 出來答案B就是1.33 那哪個大一點呢 B大一點 B大一點 那所以 他說A大過B就錯了 到3了 3就煩一點 OK 3了 那他就說 如果現在我們 AB除BC OK AB除BC 那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做那個 exponential function的時候 他問你AB除AC 就是X座標的差距 因為它是水平線 但是今天是垂直線的時候 那就是什麼的差距 應該就是高度的差距 那所以 實際上來說 我們就會有 AB除BC 那是高度上的差距 那AB的差距 我們fix了是10和8 OK 所以他們的差距就是2 那B和C 即是B的高度 即是8 即是4分1 那我們就要看看 那究竟 Log B over A Base A 是不是真的4分1呢 那我們 剛剛這個 應該要先把數 先把數 那你就會有1除10 Shift Lock OK 那這個數就存在大A 那旁邊 1除8 Shift Lock 這個數就是大B OK 所以我們按機器的時候 就會檢查 究竟Log 大B 除大A Base 大A 是不是等於4分1的呢 就是這樣 那我們試一下按 接著 Log A,B 除A 答案 就是4分1 剛剛我應該有些 按機器上有些問題 但是你看到 我們可以檢查 它是4分1 OK 那兩個一樣 所以3對不對 3就對了 答案就會是D 對不起 是C 來的 就是這樣 好 跟著呢 我們就做完最後一題 那就是 2020的第三十三題 2020的第三十三題 那就這樣說 如果現在呢 我們就有 Y等於A to the power of xt Y等於B to the power of xt 第一件事 你又是 看到一個 斜向上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B大過1 看到斜向下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A是會分0和1之間 所以它問你 1對不對 A小過1 對的 2 B大過1 對不對 對的 OK 3 它問你 AB是否等於1 OK A乘B 是否等於1 那這個可能就有點難 那你先看清楚 那它就說 其實都沒有說什麼 總之就是說 它們是一個 正 positive constant 然後呢 Y等於AX 原來是reflection image of the graph Y等於BX OK 原來是這樣的 那就是說 實際上是什麼 那你reflection呢 reflection 我們在transformation of graph 那裡會提過 你左右反呢 左右反就是成了一個 負一 就是在哪裡成了負一 OK 今天我想問 左右反是影響 X值 還是Y值 左右反是影響X值 還是影響Y值 你沿著Y軸反 左右反呢 你應該是影響X值 你影響X值 OK 那所以 如果我們說 Y等於AX 是fx的話 你沿著Y軸反 所以f-X 就會是Y等於BX OK 那就是說 你對著那個A位 OK 你對著那個A位 對著那個A位 對著那個 負X那個位 OK 成個負1的話 那它實際上就是Y軸BX 那就是說 其實A to the power xt 是會等於 A to the power 負X這樣 我們會這樣變了 OK 好 那接下來怎麼辦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這樣想 你既然是reflection 對不對 那就是說 其實呢 你影響的X值 那就是說 你那個A B 實際上那個底數 那個底數 一個就會是A 另外一個就會是1 over A 因為為什麼 你看看這個 這個實際上 就是A的負次方 那就是1 over A的正次方 對不對 那我們說 你代了負X以外 這個就是B to the power xt 所以答案這個 就等於B OK 就是這個1 over A to the power xt OK 那不算X的話 這個就是B 所以乘起來是不是1 那就是1 over A 乘A 答案就是1 所以答案就是D OK OK